属于主的民族 你们要宣扬上主的荣耀 他由黑暗中招叫了你们 进入他奇妙的光荣 阿里路亚 因父及自己生存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生存 生死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您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耶稣还在世的时候 他提醒门徒们 将来他们也会受迫害 耶稣自己也受了迫害 在耶路撒冷的团体 早期团体也受了迫害 昨天我们听到 拉伯和巴陆被派遣去传福音 昨天他们开始传了 今天我们就看到 巴陆跟拉伯也遇到了犹太人 就开始与犹太人有冲突了 那这个的教会受迫害 一直到现在我们也听到了在很多很多的地方 教会被迫害 我们遇到这些的 我们不要惊奇 因为耶稣已经跟我们讲过了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得重罪 为此恳请众生统正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说明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是愉悦 奥基不断地重现在我们身上 我们以借洗礼 获得再生 求你帮助我们 解除封锁的果实 迈向永生的乐园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词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几顺神 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宗图大事录 保禄在安提约基 第一次讲道后的 那个安息日 几乎全城的人都聚集了来 要听天主的圣道 犹太人看见这么多人 就满心嫉妒 反对保禄所讲的 并且辱骂他 保禄和纳伯 却放胆地说 天主的圣道 本来先应讲给你们听 但因为你们拒绝接受 并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好吧 我们就要转向外邦人去了 因为主这样命令我们说 我以利你做外邦人的光 使你把救恩带到地极 外邦人听了都很高兴 赞美主的圣道 那些被预定获得永生的人 都信了 主的圣道传遍了那地方 犹太人却唆使 敬畏天主的尊贵妇人 和城中的药人 发动迫害保禄和纳伯 把他们驱逐出境 二人当众把脚上的尘土 佛去往一科尼库去了 门徒都充满喜乐和圣神 圣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普世大地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普世大地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你们要高唱新歌 因为上主行了歧视 他的右手和圣臂 为他赢得了胜利 普世大地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上主宣布了他的救恩 将他的正义显示给万民 他没有忘记他的仁慈 和对以色列的信实 普世大地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大地四级的人 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 永诗赞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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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也会认识我的门徒 也会认识真理 赞美天主 哈雷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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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你们若认识我 就必然认识我父 你们已经认识他 并且看见了他 弗里说 主啊 请把父显示给我们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耶稣回答说 弗里 我和你们在一起 这么久了 你还不认识我吗 谁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 你不信我在父内 父在我内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自己说的 而是住在我内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你们要相信我 我在父内 父也在我内 不然至少也该因那些事而相信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信我的人 我所做的事 他也要做 并且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哪里去 你们因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要践行 使父在此身上获得光荣 你们若因我的名 向我求什么 我必要践行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免你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我最近在YouTube看有关在印尼的一位神父 那这个YouTube频道是一个回教徒的一个频道 他们邀请了耶稣会的一个神父到他们的这个频道去分享 这个神父是来自德国 他是属于贵族的一个神父 他放弃了他家庭的这个生活 这个贵族的生活 来到印尼 在印尼去传教 后来他现在呢 他得到了印尼的那个身份证 他留在印尼 已经七十五 七十六岁了 他留在印尼 那这个回教团体邀请他到他们的那个频道分享 他们就问他了 问他说 你是属于德国那边的一个贵族 在德国的生活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好 你来到印尼这里 你在这里你赚的钱比在德国多吗 这个神父 我们应该就知道了 这个老神父就说了 对不起我身上什么钱都没有 我没有赚钱 我自己如果需要什么的 我就向我们的修会 向耶稣会申请 耶稣会就给我 我所需要的 如果我需要一百块 耶稣会就给我这一百块 我自己没有什么钱 我在这里没有赚钱 就这么奇怪 你离开你家乡 来到这里 你也没有赚钱 你快乐吗 他们就问这个神父 你现在你觉得你很快乐吗 那这个神父他就回答说 我没有时间 问他快乐 他说他没时间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说你没有时间呢 他说我没有时间去想我快乐不快乐 我幸福不幸福 我没有时间想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非常的幸福了 我非常的满意我现在的生活 我现在呢 我比较让他有一点 怎么说 他想要做的 他说我现在呢 我最忙的 就是我应该是怎么样的 过我自己的生活 让别人因为我的生活而变得更幸福 这个神父 他说他在想 他应该是怎么样的忙碌 让别人因着他的存在而幸福 不是忙着去想他自己过的生活 是快乐不快乐 是幸福不幸福 我们自己 我们每天可能是会在想着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是做什么 才快乐才幸福 我们应该赚多少钱 我们才过满足 可以满足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赚多少 我们做什么事 这个是我们每天可能是我们在想的 我们做的计划也是一样的 今天的福音 耶稣讲的 耶稣讲说他要到他父哪里去 这是从昨天讲的 他要回到他父哪里去 他准备到路 准备地方 以后就回来这里 见门徒们到父哪里去 弗里 他听到了耶稣一直讲 父 父 他就问了 主啊 请你把父 宣示给我们 求你把父宣示给我们 我们的心就满意足了 我们认识父就够了 我们看这个 弗里 他真的他所问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的高明的 他知道耶稣可以做一切 耶稣可以行奇迹 如果他需要钱 也可以跟耶稣讲 耶稣啊 你看这些的 那个树叶啊 这么多这么多的树叶 你说一句话吧 这些叶子就变成钱啊 我们就有钱了 把石头变成面包啊 我们就可以吃 有食物可以吃了 或是把这个大石头 变成车子房子什么的 没有 弗里他所问的 他所要求的 是小耶稣显示付给他们 他们的心就满意足了 后面虽然是弗里 是被耶稣骂了一顿 我跟你们在一起 这么久了 你还不认识我吗 你还不认识父吗 你不知道父在我内 我在父内吗 你不知道我所做的 就是父的工作吗 虽然弗里被耶稣骂了一顿 但是我们看弗里 他所要的只有一个 他要认识父 他认识父为他足够了 他的心就满意足了 我们所想要的是什么 让我们心满意足的是什么 是不是像弗里所要求的 把父显示给我们 是不是我们认识父就够了吗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 让我们让我们分散的 我们的注意力就分散的 有太多太多的东西 跑到我们的脑海里 我们要做这个 我们做那个 为了更幸福 希望弗里他所要求的 也变成我们的要求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的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愿意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也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产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未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而榜样 终身侍奉你 天主 请与你的从爱 募于我们的身心 愿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其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使命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教你配赐我们生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世界的安慰者圣神 倾注于我们其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求你使一些信仰你的人 卷系成见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意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孕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我的爱名 愿你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求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旅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耶稣是主 天地万物都宣布 他今受灾茶 换了书 细心保护 耶稣是主 宇宙众生都宽悟 日月星辰东腹 拜祝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祂贝卡利路亚 因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却舍下生命爭国 到沉路身固苦守死 在佳岳上 耶稣是主 거나 要穿出 祂贝卡利路亚 祂贝卡利路亚 o Holy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祂名 哈利路亚 因耶稣是主